Hello 大家好 我是Kiwi 上集跟大家介紹了如何利用低息賺差額 今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在低息的環境下運用槓桿去投資 假如在2010年我們用$200,000就可以買到一套沙田第一成 實用年值是327呎 到2021年賣出$540,000,賺$340,000 但如果我們會善用槓桿融資的話 是2010年同樣地用$200,000的本金做首期 可以買到一個702呎的太古城單位價值$655,000 那銀行融資就是$455,000,30年工 利率計$1.8厘 到2021年單位值$1,415,000 這十一年工樓供了$220,000還差銀行$320,000 那$1,415,000買出減$200,000的本金 再減$220,000的供款 再減$320,000欠銀行的錢 總共賺了$675,000 那就很清楚了 一樣有$200,000來做投資 但沒有做融資就只賺$340,000 有融資的話就賺$675,000 想知道更多怎樣運用槓桿來做投資呢? 歡迎大家DN我問一下 我們下期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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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下期見